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降血糖调理胃和颈椎问题的方法 下面我来为大家讲解和示范 首先我们要找到一个位置 在大拇指指根的横纹处 如果有颈椎病或者胃不好的朋友 可以看到这个纹是很杂乱的 用手去摸的话 可以摸到里面是有节节的 如果我们的脾胃不好 那么血糖也是相对较高的 因为脾胃功能较低 会影响血糖的升高 有颈椎病的人 这个地方也会有堵塞 我们如果有这些症状 就要进行疏通 可以用拇指点按 把里面疼痛的节节疏通开 每次点按个三至五分钟 左边做完 左边做右边 平时闲暇之余可以进行点按 适合自己的方法 一定要坚持下来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预防血压高的方法 非常简单 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操作 下面我为大家示范和讲解这个方法 首先我们要找到位置 在我们的无名指指根这个点 首先用拇指进行点按 如果这个地方有淤堵 可以按起来 会感觉很疼痛 都是正常现象 大家可以摸一下 自己的这个位置 有没有节节 大家可以选择 自己最舒服的方式 进行点按 每次点按个三至五分钟 一边点按完 可以换另一边 把这个节节慢慢地点按开 随着点按次数的增加 可以对高血压起到一个预防和调理的作用 血压高的朋友 可以平时进行坚持疏通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 调理眼睛干涩 流泪 以及酸胀等问题的方法 下面我为大家示范和讲解这个方法 我们首先 找到这个要点按头位置 就是我们小拇指 跟下面这个区域 如果眼睛有问题 在进行点按的时候会比较痛 也就是我们讲的反射 我们用大拇指进行给它点按 稍微用点力 每次点按三至五分钟 根据自己的情况 然后来操作 把我们左手点按三到五分钟做完 然后做右手 这些方法都需要我们平时 利用碎片时间去进行点按 每天坚持下 对我们身体是有很大益处的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 刮肘窝的方法 这个动作可以调理我们的咽咽 肝壳 嗓子发痒 发肝等问题 秋冬季节 天气干燥 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方面的问题 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 大家也可以使用拍打的方法 这个方法也非常好 但是对很多人老说比较痛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采用 刮饰这种比较温柔的方法 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下面我来为大家讲解这个方法 首先准备好一个用的顺手的刮纱板 可以在肘窝这里涂抹一些润滑油或者精油进行刮饰 动作轻柔一些 一次刮个81次就行 有些人刮的时候 这个地方开始变红 然后开始出纱 然后有的人甚至出黑色的 有的人出的是红色的 有的人出的是暗红色 每个人不一样 还有一些人是不出纱的 一般呢 就刮81次 当我们刮完左手 要换我们的右手 刮完81次以后出纱了 我们一定要等它纱完全消退以后 再进行刮第二次 一般情况 你的烟盐刮个三次 就能好的比较利索 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 要坚持做 但是切记不要急功近利 要等纱完全消退之后 再进行下一次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个 调理我们颈椎的运动 就是手部撞击 这个地方有个太息学 可以用扎针 点按等多种方法 我们今天教个比较简单的 两个手空握拳 进行对积就可以了 可以利用晨起时间 或者是脖子落枕 不舒服的时候 就用这个方法 边做边感受一下脖子的变化 颈椎不舒服的话 但你撞击这一块的时候 会感觉到疼痛 有的人是刺痛 有的人是酸痛 大家可以试试 每天撞击 如果你要固定练习 每天做个49下就行 一定要坚持 才有很好的效果 如果说 你只是在你脖子酸痛的时候 或者是落枕的时候去做 那我们每次要多做一点 做个三到五分钟 这样的话 你的脖子酸痛 才能彻底缓解好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 拍打我们的心包经方法 心包经是调理我们身体的 一个很重要的经络 它可以疏通我们的胸闷气短 以及一些心脏的问题 下面我为大家讲解 这个动作的操作方法 手臂伸出来 然后用另外一只手 开始从我们的肩部 这个地方进行拍打 1 2 3 4 5 6 7 再来 1 2 3 4 5 6 7 然后拍完左边 拍我们的右边 从肩膀处开始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从上到下 总共7下 第7下是落在我们的手心 两个掌心相对 这个动作 每个胳膊做49下 然后一次是7下 做7遍就是49下 做完以后 我们这两个胳膊会发热 全身也会开始发热 然后有些人心脏不舒服 或者胸闷气短 这些问题 做完这个 就会感觉很畅通 很舒服 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坚持做 对我们身体会越来越好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 刮手心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 劳工学在我们手心里 刮手心 可以去心火以及安神 调理我们胸闷气短 和心率不齐等问题 下面我为大家示范 刮手心的方法 首先把刮砂板拿出来 对着我们的手心 从掌根向指尖方向开始刮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五下 六下 七下 八下 九下 每次刮个81次就可以 刮完左手换右手 也是刮81次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五下 六下 七下 八下 九下 刮的时候不要太用力 就是贴着我们的皮肤 轻轻地刮时 效果是非常好的 大家每天可以坚持做一做 尤其是我们经常心烦意躁 口舌生疮 心火重的人 一定要坚持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道家养生的小方法 就是握顾 它是我们手握在一起的一个手势 相信很多人都练过 非常的简单 主要是调理手脚冰凉 阳气不足 尤其是冬天了 手脚冰凉的 一定要练一练这个小方法 如果你在外面走路 手脚冰凉 就可以把手进行握顾的方式走一会儿 就能全身发热 大家可以设操一下 具体怎么做呢 我们来把手给打开 打开以后 把大拇指放在你的无名指指根这个地方 按压住 然后把手指一个一个地去握下来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握顾的手势 非常简单 平时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把手这样去握着 基本上我们握着之后 慢慢地你就能感受到 整个从你的手 手臂 身体 甚至你后背的脊柱 就是肚脉这里 阳气 就开始上升 有的人很快就会发热 像经常手脚冰凉的 没事就可以做这个手势 尤其是晚上睡觉 暖不热被窝 练这个也会非常好 白天做晚上做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大家一起互相学习交流 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哦 欢迎大家订阅